大家好 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是关于公司的章程 首先我想跟各位创业者介绍一下公司章程的重要性 在我们看来 公司章程在公司注册的环节中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它的第一个重要性体现在公司章程是创业者之间几个合伙人之间的合伙协议 表面上看公司章程是属于公司的一个运营规范 但是在公司筹备和没有设立之前 公司章程的拟定实际上是几个创业者共同设定的 那么其中会对大家的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以及各自的表决权 公司的意识规则来进行确定 那么一旦确定下来之后 合伙人之间在未来的经营过程中 就要对公司章程有一个完全的遵循和遵守 这也是为什么实务界和法学界都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宪法的原因 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点呢 公司章程实际上能够帮助公司避免在经营过程中出现的投资人的分歧 或者创业者和管理者的分歧 我们知道公司的结构是相对明晰 但是也是相对复杂的 公司的投资人 公司的创业者和公司的管理者往往是分离的 那么在经营过程中 投资人创业者的目的和管理者的目的方向往往会出现一些争议 那么在出现争议的时候 大家就要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内容 来履行相应的程序来确定或者做出相应的决定 才能保证公司能够有效的运营下去 否则失去了公司章程的这个约束 大家呢达不成合意 公司往往呢就会形成僵局 进而影响到创业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对公司的控制以及大家的利益 那么公司章程中呢实际上对于股东会 董事会的职权 意识方式 意识规则都做了一个明确的表述 那么在出现争议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确认这个争议的点 它对权利或者对于决定权的这个确认是在哪一个机构的规定的内容之内 如果这个内容是属于股东会决定的内容 那么它的争议点或者它的决策点就在股东会的意识规则中 如果这个内容是属于董事会决定的权利范围之内 那么它的争议点就应该在董事会的权利规定中 那么如果我们章程中规定的很明确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规定的执行和监督来保证投资人和管理者 各自履行各自的责任不会出现越权混乱混淆权利的这种情况 那么我举个例子 如果甲和乙共同出资设立的一家有限公司 那么甲乙就作为公司的股东 也可以是创业者 那么如果甲和乙作为创业者在经营方面呢 没有特别丰富的经验 那么他们可能会聘请丙作为这家公司的经理 来负责管理运营相关的事宜 如果在实务中 丙作为经理 它的经营理念和甲和乙出现了这种分歧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通过公司章程中对双方各自权利范围的规定来进行一个明确的判断 如果丙作为经理他的运营模式或者他的运营理念 违反了这个公司创业者对他的授权 那么这个甲和乙作为公司的投资人是可以通过必要的程序更换掉经理的 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体现了公司权利与管理运营分离的这种一种现代化的模式 那么第三点呢 实际上是公司的这种外部性 它体现在公司对于公众利益或者社会责任的一种担当 在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可能会出现公司的债权人 那么公司的债权人如何能够判断公司是否可以偿还债务 或者公司是否可以在一种合适合法合理的状态下继续的经营 很多的债权人是通过公司披露的公司章程来确定公司的实际控制者和管理者以及运营模式 如果有经验的话可以在新三板上市公司和主板上市公司的这个信息中 能够发现他们披露的公司章程 里边呢规定的是十分详细的 那么这种公司的章程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公司运营的规则 那么这种规则能够保证公众和其他机构对公司的一种信任 能够保证公司在规则下正常合法的运营 公司在进行这种经济活动过程中 那么可能成为别人的债权人 也可能成为债务人 那么在公司的一种经济交往过程中呢 作为合作伙伴的另一方 他来考评公司是不是有一个合规合理的运营方式和模式 往往是通过公司章程的一种查询来判定它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这种管理机制 这个债务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 它不会因为公司章程的规定而产生任何的影响 但是公司章程对于公司内部运营的这种规定会让债权人得到一种保证 也就是公司是一个合规的经营状态 它所有的对外的这种债务公司会通过合规的方式来进行偿还 如果我们失去了公司章程这个约束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股东或者创业者投资人会将这部分责任推卸给经营管理者 经营管理者呢也有可能把这部分责任推卸给投资人 所以他的责任划分就不是那样的明细了 当然除了章程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会影响双方的这种交易判断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公司章程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时候在登记注册的过程中啊 我们使用的章程呢基本上都是政府行政机关提供的模板 那么这种模板呢根据法律的这个要求啊 我们的中国人民共和公司法第25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公司章程中呢必须要包含公司的名称 住所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还有出资人 出资额 以及法定代表人和组织形式 以及其他的呢股东们约定的需要记载在章程中的事宜 在这个使用公司章程模板这个方面呢有一点想提醒这个广大的创业者啊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大陆地区各个省市的工商登记机关啊 都会给大家提供公司设立的章程的模板 那么这个章程的模板呢实际上也是大通小益 因为它记载的内容和形式方面呢都是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 那么在模板呢使用过程中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公司如果有些特殊的约定和规则一定要写在这个公司章程中 有的这个创业者包括合伙人啊 会认为这个公司模板是一个官方提供的参考格式 而完全的照搬的使用 实际上这方面呢是有一些误区的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北京地区我们使用的公司登记注册的这个模板 它在公司的议事规则中呢做了这样的规定 就是在公司的章程的修改 在这个注册资本的增减 包括公司的注销环节呢 需要有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 那么除此之外呢 对公司其他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事项呢 并没有做出股权或者表决权的这种表决的标准要求 那么在实务中呢 我们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公司打算更换我的董事 公司打算更改我的经营项目 这个时候如果需要公司的股东或者具有表决权的投资人进行表决的时候 如果公司的股东之间产生了分歧 那么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出现一个僵局 就是我们提加了登记机关的一些决议 如果缺少了某些股东的签字的话 那么登记机关会以你公司章程中 并没有记载这个事项的表决方式和表决比例 为由来拒绝你的申请 那么这个环节实际上是在我们最初在制定章程的意识规则方面的一个疏漏 如果我们把所有可能涉及到的这种表决事项 通通在这个公司章中予以表决 只是根据不同的重要性 我们把表决的比例呢 进行一下调整 但是一定要把它明确出来 那么在未来公司的这个意识规则方面就会非常的明晰 如果出现这个股东的争议的时候呢 符合我们公司章程的规定的内容 就会被工商登记机关所接纳 其实很多的创业者呢 非常关注公司章程的生效时间 因为这种生效时间的确定呢 实际上是彼此权利义务的一种确定 理论上呢 全体的创业者作为公司的设立的合伙人 共同在公司章程上签字完成之后 那么公司的章程呢就产生了效力 那么这种效力呢 往往会经过在公司营业执照申请过程中 向这个工商登记部门进行备案之后 才发生一种对外的对抗效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